美国有很多敬意的旅行传统 从美国的敬意 到赌兰地祝福我们的生命 到只能够在家里的好处 但接下来可能会有美国的旅行传统 Columbus Day 这个节日就是为了纪念1492年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 不过极尽嘲弄地消遣哥伦布日 其实已经被过度滥用 连莫名其妙的床垫广告 都要跟哥伦布扯上鞭 这部短片嘲弄美国人已经毫无思考能力 也不问到底为什么要纪念哥伦布日 当然学生不会学到哥伦布的另外一面 他在哥伦布日前后 许多讽刺哥伦布日前后 许多讽刺哥伦布日前后 在哥伦布日的反论述的文章 影片纷纷出炉 原住民族团体要取得发言权 要重新诠释这段历史 事实上美国有许多州 已经不再承认哥伦布日存在的正当性 不过也让许多人思考 又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 继续纪念哥伦布日 尤其是许多意大利裔的人口 继续歌颂自己来自意大利的祖先哥伦布 不过这部片也说 其实还有很多意大利裔的美国人 比哥伦布更适合被当成英雄 就在今年的哥伦布日 原住民族要全世界问这个问题 Columbus Day How is this still a thing 记者Glass 林博宏整理报导